我們來玩這個LED點擊證的模擬器 各位呢你進到模擬器之後 一樣把它放到最大 元件找出來 其實你剛剛玩過真的跟玩過假的 應該這樣都很熟了嘛 你把一個開發板丟出來 另外有沒有一個LED點擊證 丟出來 這樣是不是都看到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糟糕這邊沒有16、14 所以 好吧 沒關係 我們就完全用模擬器的方式來做 好 那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LED點擊證 它需要2、4、5個腳位 好 你看到VCC這個就是電源 GLD就是接地 這沒有問題 有沒有一個電源一個接地 那後面就有三條訊號線 三條訊號線 所以呢我現在 只需要來這邊 等一下 這裡 VCC我就接VCC 但是這個比較遠一點 按著它 拉到下面來 5伏特就是VCC 5伏特就是VCC 好 第二個 GND GND 我就把它這邊接這裡就好了 那麼 DIM我接到19、8 其實這個不一定要接這裡 但是我就接這樣 比較近 來我放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都找到了 你如果跟我接不一樣 沒關係 當我那邊腳位在設定的時候 要設置跟自己一樣就好了 有沒有 VCC是接下面的 5伏 5V 然後呢 GND 就接GND 當然GND 你要接下面的那裡也可以 也可以 再來 DIM我們就接10 CS接9 再來接8 好 接好之後我就把模擬器 先縮小 你可以把右手邊的元件先收起來 右手邊元件收起來 把它滾輪縮小一點 OK 這樣就有了 現在我們基本的 硬體有了 我們再從左手邊開發板 一樣丟出來 好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 有一個叫做LED點矩陣 在這裡 點矩陣 一樣 硬體優先 有沒有一個紫色的 LED點矩陣裡面 有一個這個丟出來 可是腳位要注意 腳位我們現在是 DIM是198 10 9 8 這樣有沒有進來 有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樣讓它顯示出來 這個 這個 這裡 你看 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 第二個把它丟出來 它有個代碼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什麼內容 你就執行看看 如果你的會笑的就成功了 笑了 這樣沒有笑嗎 會微笑的就OK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的 對不對 那 你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代碼就是微笑 有沒有比較好 比較其他的方法 有 你來看一下這裡 LED點矩陣 你看我們下面這邊 有沒有其他的 你可以有一些基本的圖案 有數字 有英文 當然局部中文也可以 就是比較簡化的 比較簡化的也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一下 假設你要圖案 你就把它 這個拉進來 這個丟掉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些基本圖案 也有中文 這幾個大家都會嘛 只要不要用這個就好了嘛 不然就糗大了不是嗎 因為筆畫少嘛 所以我們那個64顆 也可以顯示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換過之後 比如說你要換這個愛心 那你換一下 好 就停 play一下 有沒有就有一顆了 其實真正顯示在這上面也是一樣 只是有顯示在上面 你會比較高興一點 因為看到真的量跟模擬器量 還是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個是顯示 單一個圖形 它可不可以做好碼燈 可不可以做動畫 當然可以 所以你來看這邊 我們在裡面 也有好碼燈 你看上面 我們用動畫盒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顯示動畫 在這邊 注意一下 動畫的單位是毫秒 那我問一下各位囉 1秒等於幾毫秒 1000 1000 對對對 所以100毫秒等於0.1秒 0.1秒就換一個 所以假設你要做這個 所以我把它丟出來 好 那這個呢 你要的內容 你就把它丟在外面 看你要顯示什麼圖形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畫的 也可以自己畫的 我就用複製的可以上就好 好這樣子 那我們就play一下 有沒有一個動畫 跑出來 可是這個0.1秒就換一個 所以如果你覺得太快 你可以把這個時間 變少一點 這樣動起來就比較慢 看到了 對不對 那請問超過3個怎麼辦 不要忘記 有齒輪就找齒輪 這個對他來講就是一個變數嘛 這樣有沒有再多一個 這樣就加進來了 你就可以再加其他內容進來 這樣OK嗎 當然他也可以做跑馬燈 如果你內容比較多 他就像我們外面跑 跑來跑去的也可以 所以這個先讓大家簡單玩一下 如果有興趣再去我部落格上 看一看那些 我會有交比較多 這樣有沒有很不負責任 因為時間到了 好不好 反正資源在上面 就讓各位再去玩玩看 那今天我們可能就只能 暫時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